通常加印 当保证人会不会影响保证人自己以后的贷款呢 答案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Ali 许多人呢在评估买房子的时候 常常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自备款不够 关于这个呢你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拍过的影片 看有没有方式呢可以加速你存自备款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自备款已经有了 可是呢怕贷款贷不到 什么情况你会怕贷款贷不到呢 可能是之前的信用记录有瑕疵 或者是呢你的收入不够稳定 或者是银行在评估你的收入支出比的时候 觉得你的收入可能还不到你想要贷款的金额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需要的是贷款的神队友 就是保证人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保证人呢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畅播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呢 我会在这里分享房地产的知识跟经验 以及工作跟生活中怎么样开源节流 打造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哦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保证人的功能 所谓的保证人呢顾名思义 就是他保证你会还款 那他怎么样保证你一定会还款呢 就是如果你不还的话 他会帮你还 有没有觉得保证人很伟大 所以呢提供保证人呢 对于银行来说 对他的债权当然更有保障 也比较有机会争取好一点的条件 这时候银行会怎么审核呢 他会把你的收入跟保证人的收入 两个加在一起 看看总共有多少 所以举个例子 假设我的收入呢 每个月是四万块 而我的保证人呢 每个月有六万块 我们两个加起来 每个月就有十万块的收入 那以银行呢 在计算收入支出比的时候 他会希望呢 我们贷款每个月要还的 本金跟利息的金额 加起来呢 不要超过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二 会比较安全 所以刚刚这个个案呢 我跟我的保证人加起来的收入有十万 这样银行呢 就会认为 只要我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在六万块以内 收入支出比呢 就有机会算得过 那我们以每个月六万块的本息的金额 用我们House23官网里面有一个 还款能力的试算工具 回推回去 如果我们用30年的贷款 1.35%的利率来回退的话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贷款 1775万的贷款金额 不过呢 银行并不是只有把收入加在一起计算哦 他连保证人的 名下的贷款金额有多少 也会合并一起计算 所以刚刚那个案例来说呢 如果我的保证人 他的收入有六万块 而且他名下呢 没有任何的负债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 因为呢 他就纯粹帮我加分 可是呢 如果他名下已经有一个贷款 每个月要付两万块的话 这两万块呢 就要一起加进来计算 我们的收入支出比 所以呢 虽然我的收入有四万 加上他的收入有六万 总共有十万 本来呢 我们可以负担每个月 六万块的贷款的还款金额 这时候呢 扣掉他的两万 就只剩下四万块的额度了 所以呢 虽然他当我的保证人 也还是有帮我加到分 但是呢 要像刚刚那样 让我贷款贷到1775万 基本上就会有困难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只能够用每个月 四万块的本息贪款的金额 下去回推 假设呢 我们一样用30年 1.35%的利率来算的话 可以贷款的金额呢 就只剩下1183万了 除了收入跟负债 会一起合并计算之外 他本身的信用记录 以及他的收入稳不稳定 还有呢 他的年纪 也都会列入考量 所以呢 如果你的保证人呢 他的信用卡常常持缴 就算呢 他的收入再好 名下没有负债 但是在掉连针的时候呢 一样会被扣分 或者是呢 他的收入可能很好 可是年纪比较大 例如说呢 他今年可能已经 63岁了 那银行呢 在评估他的收入的时候 就会想说 那他还可以再工作几年 他如果退休之后 是不是还可以有 那么宽裕的收入 可以来当你的债务的担保 所以呢 保证人的年纪 也会列入银行的评估 另外呢 因为保证人真的太好用了 所以早期呢 其实有一些不肖的投资客 他们呢 会养人头 那些人头呢 就是所谓的名义登记人 所以那些人头呢 可能他的收入 跟他的信用状态 并不是很好 可是 因为他们可以找一个有利人士 来当这些登记人的保证人 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贷款 所以后来银行呢 为了要防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就开始限制 保证人呢 通常只接受 支配偶或者是二等亲 所以综合以上 我们来回答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门的保证人呢 第一个 当然是收入越高越好 然后呢年纪尽量不要太大 如果可以的话呢 尽量小于50岁 那第二个呢 就是名下的贷款越少越好 因为呢 如果他的收入很高 但是他的贷款也很高的话 可能呢能够帮你加分的就比较有限 第三个呢答案就是信用记录要保持良好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银行都会有规定 你的保证人呢必须是你的配偶或是二等亲 所以除了另一半之外呢 比较常见的呢也有兄弟姐妹互相当保证人 或者是呢爸爸妈妈当小孩的保证人 或者是相反过来小孩呢当爸爸妈妈的保证人 同常加印当保证人会不会影响保证人自己以后的贷款呢 答案是虽然连真呢看得到你当别人保证人的债务 但是呢这些债务的种类呢算是重债务 所以呢并不是你名下主要的主债务 所以如果有一天呢他自己要贷款的时候 这些重债务呢并不会直接算进去他本人的收入支出比里面 所以呢其实影响还好 所以算是一个蛮有弹性的机制 你曾经被你的家人要求当他的保证人吗 你后来有答应还是没有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地方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赞跟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